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硅谷全职地产经纪人Claire Chen 在假期除了给孩子安排学习课程之外,也要安排一些特别的休闲娱乐活动 比如逛各种特色博物馆,寓教娱乐 今天Claire整理了20家湾区特色博物馆 一边吹着冷气,一边参观,集娱乐,放松和长知识于一体 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夏天 博物馆里基础的展品就是大量的发明和技术 适合各种背景与年龄的小伙伴参观 以实际操作导向为主 让孩子们可以好好探索这些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科技 从而激发对科技与发明的潜能 与其说这是个博物馆 不如说这里是孩子的游乐场 里面的项目非常多 馆内有150多种新鲜有趣的食物或仿真模型展示物 这种形式使孩子们能懂得更多的文化 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等真正做到寓教娱乐 从现代艺术杰作到世界最前位艺术品 这儿无疑是能带给孩子们灵感 多重思维想象及乐趣的好地方 一个小tip 每月的第二个星期日11点到下午3点 是免费的艺术周日 能提供丰富有趣的现场手工制作及艺术指导 博物馆内的展品涵盖了从早期计算设备到当代计算机科技的各个阶段和领域 展示了计算机硬件 软件 算法 网络 人机交互等方面的发展历史和技术创新 用肉眼看过 孩子们才能真正记住书上的知识 馆内展示了各种年代的实验性航空飞机 8到17岁的孩子还能注册年轻飞行员项目 可以由有驾驶执照的飞行员带领着飞行在旧金山湾区上空 体验真实飞行的快感 除此之外 博物馆时常举办各种有趣的活动 比如坐纸飞机 放水火箭 半岛附近的小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迷你博物馆和动物园结合的地方 临着海边风景很好 动物园里有小浣熊 狐狸之类的小动物 还有一个户外小型playground 是半岛附近的家庭溜娃的好去处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非常受孩子家长们欢迎 室内是museum 有可以观察球的运动的机器 各种昆虫标本和蜜蜂等等 室外有个小型的植物园 孩子们在里面玩耍 Kenter Center for Visual Arts视觉艺术中心 位于Palo Alto斯坦福大学内 里面有着超过13万平方英尺的展览空间 还有一座户外的雕塑花园 这座博物馆是法国巴黎之外 收藏最多知名雕塑家罗丹的作品的地方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大型的设备艺术 绝对值得带着孩子来欣赏一番 说是博物馆 更像孩子们的娱乐天堂 这里有音乐 动画 电影和设计工作室 另外还有一个想象力实验室 和一个创新实验室 可以让孩子们脑洞大开 在各种交互小活动中 孩子们可以了解和学习关于动画制作 音乐 数码媒体等与创作有关的知识 是作为亲子活动的最佳选择 展馆由自然科学博物馆 天文馆和水族馆组成 绝对是旧金山六娃必去的景点之一 不同于一般乏味无趣的博物馆 整个建筑充满了生机 涵盖种类丰富多样 满足孩子的好奇心和探索力 Exploratorium探索博物馆算是比较新的博物馆 里面有着600多种交互性展览 能启发孩子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而且老少皆宜 家长们也不会觉得无聊 另外博物馆后面还有一座户外露台 可以欣赏到旧金山与海湾大桥的美景 博物馆中展示了各种类型和风格的卡通艺术作品 包括漫画、动画、漫画书等 简直是小孩收割机 通过展示卡通艺术的历史、技术和文化影响 由动画内容延伸至专业讲解 更能激发孩子的兴趣 虽然湾区没有迪士尼乐园 但有一座迪士尼历史博物馆 这里特别适合孩子们 因为它不仅展示了迪士尼创作的经典角色和故事 还提供了互动体验和教育活动 让孩子们能够亲身参与并了解动画和电影制作的过程 这里还有一家数字电影院 每日放映迪斯尼经典动画作品 迪士尼粉们千万不要错过 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独特的外墙设计灵感 来自雾和波动的海湾 馆内有多达33,000件艺术作品 包括绘画、摄影、建筑设计和媒体艺术 这里还有全国最大的垂直绿化墙 上面有超过19,000株植物 包括近20种加州本地植物 这是世界上最广泛的亚洲艺术品收藏博物馆之一 永久藏品超过18,000件 涵盖了亚洲各个地区的艺术作品 几个主题展厅包括南亚、波斯、西亚、喜马拉雅山和藏传佛教 韩国、日本以及中国等地区的艺术 特别是中国艺术品的收藏被认为是中国以外最好的 涵盖了各种艺术形式 如玉雕、佛教雕塑、装饰陶瓷和青铜礼器等 迪杨坐落在金门公园内 展厅分为三层、大厅层、展览层和画廊层 除了会不定期出现的主题展览和流动展览 代表性的常驻选手有毕加索、莫奈、卢本斯等人的作品 抛开大家耳熟能详的大艺术家们 还有一些雕塑作品非常有趣 生动而凝练 配合着光影效果 有一种流动的美 孩子们都喜欢的海洋馆怎么少的了 馆内主要分成四区 通过互动展览和教育项目让孩子们更好地了解湾区的海洋环境 展区展示了许多生活在旧金山湾和临近水域的海洋生物 包括鲨鱼、鰻鱼和各种本地鱼类 孩子们可以通过透明的水槽近距离观察这些生物的生活习性 位于旧金山的机械博物馆 有超过300台投币游戏机 属实是可以硬控小男孩们一下午了 这些游戏机包括音乐盒、老虎机、算命机、投币钢琴、自动唱片点唱机、夕阳镜、照片亭和弹球机等 在机器上还能看到请游客温柔对待的标语 喜爱古董游戏机台的孩子们绝对不能错过这里 位于金门桥附近的家庭室内博物馆 里面设有多个展区 如木工车间 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动手制作自己的作品 艺术工作坊 提供绘画、雕塑等创作活动 科学实验室可以进行简单的科学实验 探索自然科学的奥秘 这个铁路博物馆陈列了很多当年运行在铁路上的实物 可以以一种简单的方法来了解关于城市历史的铁路 实地观察怎样都比书本上留下的印象更深刻 那么以上就是Claire整理的20家弯曲室内博物馆啦 是暑假溜娃的好去处 有趣又必暑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